真理應該說了很多次 不需要偉記說我們重複幾次 不過如果有些惡毒的言論 不能夠追究的話 就是我們失職、失責、失德 美國取消來自中國旅客的新冠檢驗要求 知情人士說大當政府 在星期五開始就不要求中國旅客出示核酸 中國的檢測結果 兩個月前中國是有一個清零的政策 他們還死口說中國是令到病例激增 醫院和太平間、停屍間和火葬場不堪重複 這些消息哪裡來的 中國的新冠會危害世界這件事 現有在意還未放下 現在美國開放中國旅客 澳洲和日本和韓國都紛紛 他們要問他們開放這件事 是不是承認了中國的抗疫已經成功 或者承認了這個新冠已經結束呢 是不是證明了我們一早說的 清零政策是不是已經是OK 就是我們已經是正確呢 你不說 然後開放入境的安排 然後開放入境的安排 那是什麼事呢 是不是就說我們打不還手 就罵不還口呢 我們還不做到呢 當然香港就做到了 香港有很先進的醫學的研究機構 有這個醫學的學系 在新冠後來不斷有不同的聲音加上來 但是對於這件事整個總體 中國現在是逆勝國 成功阻止了這場疫症 在這個清零政策 無論我們是在那段地 是結束這個清零政策 變成這個越來越管這個問題 有沒有人總結了我們的成就呢 還有一些所謂的學術家人士說 不如我們還要檢討一下 我們中國在香港的確認識 有什麼得失 是不是這樣做 那就叫做打不還口 罵不還手 還有可能你罵我 我還要蓋自己幾巴 這樣才能做到呢 很多問題現在又出來了 一句說話道歉都不會有 當然你也不可以索償 那些紐約時報 這些法港 這些德國之音 德國之聲 他沒有需要負責 當時是嘛 我看到你那些停私家都笑不及 你死了很多人 還有英國那些推斷 死了一百多萬人 應該你有個假消息 完全沒有這麼說 好了 閉嘴 大家回復正常 就是這樣算嗎 是不是叫做罵不還口 好好的 細美一下外長秦剛的說話 我說要香港那些 所謂建制和官員 和學術界 這些說實是一種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如果這樣也可以過到關的話 這樣也可以過 未來還有很多很多的情況 將會出現 我所說的不是沒有根據 言有在意就是中國央視新聞報道 習近平 他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聯 聯界委員 講出一個事實 大家要聽著就是 過去幾年中國的外部環境急劇變化 不確定難料 難預料的因素增多 聽著 尤其是以美國西方為首對我的實施 全方位壓制圍堵打壓 給我們帶來發展前 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雖然他是跟工商界民營界說 希望大家是有能力去創新 做好民營 做好轉化我們那個經濟機會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起認知戰爭 起這個宣傳戰爭 面臨到壓制圍堵打壓 香港會怎麼做呢 剛剛會講到香港的一出有問題 已經人家搶出運動了 我們還還擊呢 不是還擊 起碼一件事就是叫 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那些專家 那些對於中國疫情 有沒有人有所謂的研究呢 對於今次我們疫性國 有沒有叫做正面的報道呢 這個正面報道很重要 對我們年輕一代 如果大家是不出聲的話 就是我們當作說 其實我們真的死了很多人 很快的 這些東西叫做三民城府也好 或者宣傳也好 或者慢慢滲出來就說 可能在某年某日再說出來的時候 中國其實在疫情裡面 不得隱瞞事實 火葬場又不夠用 死了很多人 清零政策又少人之草率 會有這個罪事的 有人做事呢 說了我們是被人圍堵打壓 如果都是罰不還手的話 我 不可以說無話可說 因為我這個是社會的持分者 我提出了 也很不客氣 也不是說 另外一個很不客氣 要跟美國說 就是說 這是來自《紐約時報》 就說 新冠的索元慶政會 共和黨推動實驗室洩漏說 是缺乏實證 很多親美或中立人士說 會不會是 現在美國跟我們說話 就是說沒有實驗室洩漏 現在很開心 因為還要說出 這次導致全球近700萬人死亡 那個病毒起源 是不夠證據說 是有這個實驗室來的 沒有實驗室來 這個證據不只是 是關於中國的 很多證據顯示 美國也有可能 嫌疑地在重慶的實驗室裡面 輸出這個病毒 會不會就是 現在這個國會的聽證會 就代表了全球的審議 即是你們已經決定了這件事 美國的內政 是等於世界的法律 世界的標準 全世界都是馬不還口 打不還手 這就叫做單邊主義 所謂看這件事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 就是 替中國說回公道說話 沒有去追這個索源 當然他沒有點名 說什麼 中國是不是這個 他只會說 都不可能在這個實驗室 會不會是為你自己 某些國家 其實是真的有這個 實驗室洩漏的可能 或者是漏洞 他不想追下去 這個就是 當然 大家也是無謂抑察 這件新聞告訴你 我只是反映一件事 就是 都很單邊霸權 還有你認證會這樣做什麼 舉手做什麼 很正義 這些叫做什麼 為公道說話 很權威 整群都是小丑 你剛才說的 因為你們是將它政治化 一群小丑 你如果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所謂的 認知宣傳 或者是一種的國城教 去抵禦這些所謂的 無形的一種所謂的宣傳 你會很容易覺得 就說是神經 可能覺得若干年之後 我們的序事就說 是被美國 或者是被美西光 主導了 其實 中國在整個新冠疫情 是有責任 這個責任來自有可能 在實驗室的洩漏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 第二 中國的所謂一開始的封城 是違反了人權 繼而 他們很多東西是物資不足 令到很多個別的故事 比如說失救 比如說他們沒有東西吃 是做了很多人間的慘劇 美國很成功 他只是令到一百幾十萬人死 中國不是 隱瞞了他一百幾十萬人死 就說只有幾萬人 如此敘事的話 會不會很恐怖呢 你覺得 現在香港 作為之前 有很多所謂的醫學專家 都出來 我不敢說他們指指點點 都出來說很多話 今天 大家都看到 所謂的美西方國家 開始紛紛都放開了 所謂的入境的限制 是不是代表了 中國的疫情 是不是已經完結了 是不是已經成功了 有沒有人出來說話 還是依然我們用他的術士 用他的序事 習近平說了 我們是被美西方為首的 主要是壓制、圍堵和打擊 能無怨輔、能無動輔 這些留下 應該要負責的人去負責 不過我作為自分者 我一定出聲 聲出了 如果說一下 另外就是 香港要小心點 如果真的在地區出現了很大的震盪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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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變 妖言叫世界變 這個心 話說 很簡單 美國智庫說 中國現在的做法 隨著《國安法》 很容易搬來香港 所以有些研究員出來指揮 說要重新評估在香港投資的風險 因為香港已經越來越中國化了 以光來說 中國是 以香港為出口 因為它是自由 它有金融各方面的建設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美國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發表了解體的基礎 評估香港商業環境的風險 就是說 《國安法》 對這個商界作出影響的研究 但是我看到 凡是對這些發擊 除了是各別的 比如中聯辦 或者是國家部門之外 永遠沒有民間 永遠沒有智庫 永遠沒有一個宣傳力量 就是為我們做公道 很悲哀 有很多問題 為什麼我特別看得到呢 就是現在這些外媒都很不客氣 就是說 在新冠裡面 中國做很多的事情 違反了自由的原則 現在中國的《國安法》 也可能會引伸到金融的安全方面 所以說 香港再不是一個自由城市 在這裡開始放這些東西 我們的對策怎樣呢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等於你附和同意 這種看法 所以也不怪得 我們也要爭取向其他國家 這就是這個研究會 馬達的口 就在這裡 跟國際間宣揚了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香港 香港就不是香港了 還要很針對性說 香港的尊重就是香港 其實已經不再存在了 這些是很強烈的炮火 很影響投資心態 但是你要追究 不追究也好 你也要起碼要一個很清晰的利益 如果不是的話 就越開越多些研討會 也都是三人成虎 香港其實 因為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在黑暴之前 就在做這個IT的新聞 當時很開心 就說中國有香港這個地方就很好 因為數據交易 尤其是大數據這個年代 數據交易 甚至一些關於敏感資料的東西 其實存放在香港 或者在香港為基地 就會很受國際的認同 因為香港的記錄 很好的香港是自由 香港是有獨立的司法制度 去保證很多東西 所以數據這件事 就是我們未來的能源 所謂的香港應該很有所謂的地位 進行大數據的產業發展 現在有人出來放蚊 放蚊意思就是唱衰我們 但是你不要只說 你這些是外媒體的消息 這些是見面之詞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一些 所謂的反擊輿論 或者是一種叫做 吹不到集結號 是沒有的 秦江外長也說過 在那個記者會裡面 也說過 希望多些人出來 年輕人出來 多些說話 多些說好中國故事 很需要 你只靠外交部怎麼說 很多時候 一有很多事情 需要外交辭令 第二 你做到像折立堅 那麼出位 你可能會批評 其實很需要民間 一個結合的力量 但是你可以說 我們贊成沒有這個軟實力 我可以這麼說 不過我作為香港的持份者 就覺得說 越唱越入獄 就是說 譬如批評完你 香港有沒有自由 香港什麼等等 這根本就是唱衰 等於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 等於要新冠 是吧 跟著他去做 如果中國如果是弱勢的話 或者是沒有能力的話 你跟著西方去做 叫你十四億人 那你死了一億都還沒有天亮 我肯定 那這條數要怎麼計 這條數當然有很多索償 但是需要有識之字出來 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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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只限於街坊倫理的事務 國際的事務 不是說清楚 有人用什麼魄力 香港沒有什麼能力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謝謝 1 2 2 3 4 4 4 5 5 9 4